大家好我是Paul,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可能你會想怎麼禮拜一就來這麼不正見的新聞 反正想要怎麼做什麼嘛 那這個新聞說的是 這個brothel offers free sex session to patrons who get covid vax on site 所以brothel是什麼?可能就有一些字你馬上不認識 brothel這個詞就是妓院 OK,所以我們禮拜一就講這麼不正經的題目 妓院 offer什麼東西呢?free sex session Session就一節一節東西 像你如果今天去看一個諮商師啊 心理學的那個什麼心理學的 就心理醫師啊之類的 的確這兩個詞不一樣 psychologist跟psychiatrist 正好講到就講一下好了 所以要是你是研究心理學的厲害的博士 心理學家 那你叫做psychologist 那如果你今天是精神醫師幫人家治療的 你叫psychiatrist 所以不太一樣 它還有一個很通俗的名稱叫做shrink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人家縮小shrink 可這就是street的 我一直講street 沒什麼好street的 這就是很common的一個稱呼 這樣子 所以psychiatrist 我今天得去看我的精神科醫師 這樣心理醫師 那psychologist 是讀心理學的 這跟brothel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好 過來這裡brothel 因為我講到session啦 搞半天 那session還特別加那個quotation single quote quote on quote 那這個session就是你今天要去見你的 精神科醫師啊 那你跟他坐下來聊了一段時間 這就是一個session 所以可能今天說 我今天下午有三個session 我之類的 好你懂了 session這次講半天 所以這個brothel能夠offer免費的信的session 就像是馬殺雞馬個一節的概念 給你一個一節 免費的節 to patron patron什麼東西啊 另外一個詞就是customer client patron 都一樣 這樣子 我不能說都一樣 有時候customer比較像是 例如說你就是個 這家便利商店的顧客這樣子 那client比較接近客戶的感覺 這樣 那patron跟customer比較像 好所以offer他們免費的這個sex session 那只要你來這邊打這個covid vax的話 那vax就叫vaccine嘛 所以你來打這個疫苗 給你乾乾 ok onsite的意思就是在他的現場 所以這邊有一個片語onsite Alright我們再看下去 有個影片不要點開了 然後我們看這邊 所以好這邊看到所有事 guess a spoonful of sugar really does make the medicine go down 那小時候你吃藥了 媽媽問你吃藥的時候 可能會說 加一點糖好了 所以糖跟藥 甜甜的可能比較好下去 我小時候好像媽媽真的 真的對我做這種事 就是用甜一點的東西 搭配藥來讓你吃 我知道可能醫生會覺得 可能會減退藥下來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可是總之小時候有做過這種事情 所以他說了 他猜啊 a spoonful of sugar 一匙的sugar 真的能夠讓那個medicine go down的比較輕鬆一點點 那這邊這個sugar是什麼呢 就是sex 那medicine就是vax so gets a spoonful of sugar really does make the medicine go down easier 這樣子 more easily 好所以這裡是一個 an Austrian的brothel Austrian這個詞是奧地利 我自己把這個詞跟Australia 搞混了好長一段時間 那不一樣 希望你知道不同是差很多的 所以Austrian奧地利 的一個brothel 它device設計出了一個 所以動詞是se device 那名詞是ce結尾 就是設備裝備的意思 設備裝備 device 所以它device設計出了一個 ingenious way 你可能很認識genius 這個詞就天才 那可是它是個名詞 所以要是你說這是一個 很聰明的什麼東西 形容詞的話 很天才的計畫 那你不能說那是一個genius plan 你要說那是一個ingenious plan 所以genius這個詞 把它做一點小變化 變成這樣的時候 是個形容詞 所以他們設計出了一個 非常ingenious的way 所以它的文法是對的 So devise an ingenious way to incentivize people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做incentivize 其實就是incentive這個字變成的動詞 incentive就是動機 提供了一個動機給你 那它就是一個名詞 所以不要因為它是tiff結尾 就以為它是個形容詞 不是的 它本身就是一個名詞 所以incentivize 提供動機 那如果你要用另外一個 motivate 也不錯 也是動機的意思 所以它來incentivize people to get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藉由什麼呢 藉由offer offering promised patrons 所以要是你今天 你答應要來的話 你就offer給你 a free fling with a prostitute of their choosing 所以free fling Fling的意思就是一夜情 那就是嗯嗯一下這樣子 所以給你一個free fling 所以fling這個字 ok啦 跟一個prostitute prostitute就是娼妓這樣子 of their choosing 你可以自己選喔 所以不是說 你打完了是吧 5號現在有空 來來5號 不要我覺得7號比較好看 you can choose ok a prostitute of your choosing if they get immunized by add the brodello 這brodello跟brother 一樣的意思 所以immunize ok的 immunity 免疫嘛 所以immunize 變成動詞 使你自己免疫 打疫苗 all the same 後來又看到另外一個詞 叫做innoculate 也是一樣 也是使得免疫的意思 所以他在這邊 很liberally 用這兩個字換來換去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來 呃 這邊有一個 紅色的一句話 特別強調 而且我這邊有個 intice 所以他說 我們非常popular 這個owner 這邊所director 說的 那他告訴路透社 reuters of the enticing new incentive 所以他們有一個 非常enticing的 enticing就是令人垂涎欲滴的 要是你看到一個人在吃一個什麼 你覺得很好吃 oh my god that looks enticing enticing entice這個動詞 變成了ing的形容詞 所以他講的是這個 enticing的new initiative initiative 我們這個字也講過 initiate 也是開始的意思 initiative也是一個名詞 我把這個打在這邊給你看一下好了 所以一個很enticing的新的initiative 你就可以把它翻譯成計畫 其實政府的一個專案 一個計畫 一個initiative 那他們是created 他們把它創造出來 是in response to 是為了回應 in response to what the recent government mandate barring the unvaccinated from restaurants 所以這政府有一個新的mandate mandate就可以講 翻譯成是使命任務之類的意思 所以最近有一個政府的新mandate 他禁止了 所以bar這個字 就有擋住 barring the unvaccinated 就沒有註射過疫苗的人 就不准進餐廳 所以註射過 可能拿著我們像台灣的一張註射卡 你就可以進餐廳 好酷 那OK了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造成他們的生意下滑 那下滑之後呢 他們就想出這個新方法 你就來打一下這個vaccination 那打完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我們的這個brothel裡面的服務了 聽起來蠻酷的齁 好 所以再往下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詞 我覺得很想說一說 就是這個jab 好 在下面 也就剛剛這一段了 那這邊這個covid jab 一般來說jab是拳擊裡面的那個刺拳 OK 那所以也有直拳 直拳就straight 那勾拳是hook 那上勾拳叫upper cut 這個你大概沒什麼興趣 不過我就是要講jab 所以既然次拳叫jab的話 那你跟你打個疫苗很像jab你一下 戳一下你的這個 所以也可以這樣說 所以他得到這個covid jab every Monday from 4 to 10 下午4點到10點 怎麼會下午4點呢 白天有人工作的時候 沒有人去逛窯子嘛 所以要下午10點到10點 才有 一路打到end of November 蠻酷的 然後這邊又說了 best of all men who get inoculated 出現了 所以要是你願意 出這個疫苗的話 你願意get inoculated的話 onside onside 就在他這個當下 在他這個原地 will be gifted 就會被得到一個禮物 a free 30 minute session 30分鐘呢 還不錯 一般來說男生3分鐘結束 30分鐘可以 我也不知道可以幹嘛 好不管了 所以免費了 30 minute session in the skin merchants VIP club 然後用一些有趣的話來 換句話說這個brothel 他把它講成skin merchant merchant是商人 加個皮膚 賣皮的商人 你大概懂意思了 所以一個免費30分鐘的session in the skin merchants VIP club 叫他這個VIP俱樂部 with the lady of their choice 好 again你可以選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性感護士 跟你角色扮演 只是啊這個性感護士 給的你是真的要 是真正的這個疫苗 so think of it as a sexy nurse role playing scenario but with actual medical care 不是medicine 我真正的actual medical care 好還不錯 下面有一個像這個圖 啊性感護士有沒有這樣很棒 用這個來宣傳 not bad not bad 再講幾個字就好了 這邊有個詞叫做色狼 我特別把這個詞抓出來想給你看一下 letcher ok 所以他這邊說了這個cathouse的inoculation station 啊什麼叫做cathouse 所以這裡並不是cath 然後這邊變成一個th的發音 不是就是cat 加上house 貓房子 一樣是積月啦 所以這個貓房子 inoculation station isn't just open to letcherous adult men letcherous 好色的 所以不是只給他 只開放給這個好色的成年男子而已喔 所以letcherous多學一下 那letcher就是他的名詞 letcherous就是他的行動詞 那什麼叫做不是只給成年男子 好色的成年男子而已啊 boys as young as 14 are reportedly allowed to access to the clinic 所以只要是14歲的男孩也可以去這個clinic 就好成年了沒啊 有個條件 所以動你後寫一個provided也就是條件是 they have an adult with them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adult company 可以去這樣子 我不太覺得他的意思是 14歲小男孩也還是可以得到30分鐘的這個session 不過我也搞不清楚 Austrian這個地方 Austria這個地方 說不定真的是14歲就能嫖妓也不一定 因為每個地方對成年的限制是不一樣的 maybe that's something worth checking out but I'm not gonna do that now 所以而女人也被鼓勵來去那邊 好一樣弄一個這個coronavirus shot 酷喔 所以他的生意就整個起飛了 So business has skyrocketed Skyrocket這個很常當成動詞 就是一飛沖天 所以他的生意啊一飛沖天 我們這裡有打出來 Skyrocket 再講最後一個字就好 就是perk 我剛剛這邊有先找一下 所以這一個他的這個祭願 Isnt the first organization to offer perks 所以他並不是第一個組織來提供一些perk 什麼是perk啊 就是像很多公司都會給你一些perk 例如說你的公司早餐 禮拜一早上固定會開會 那大家 老闆希望鼓勵大家真的禮拜一來開會 不要給我禮拜一早上 額外請個病假變成long weekend 他可能就會說好 你們如果禮拜一早上願意來開會的話呢 我就提供免費的 什麼很貴的早餐給你吃好了 所以你就可以視為那是一個公司給你的perk 或者公司如果說配一台車給你開 That's a company perk too 或者公司裡面的軟式飲料隨便喝 That's a perk 所以perk的意思大概就是 給你的一些 除了薪水以外的一些好處 或者就發現成好處啦 所以他不是第一家organization 來offer perks for the inoculation for the inoculated so in a much less sexy incentive program on this side of the pond 所以在 這個什麼叫做this side of the pond呢 這個pond啊就是大西洋 那你知道美洲跟歐洲是隔著大西洋 而不是太平洋喔 因為是跟亞洲才隔著太平洋 所以在他們的這一個大西洋呢 他們就稱它為是一個池塘 所以池塘的這一邊 池塘的另一邊 所以每次講到歐洲的事情 然後講說 啊池塘的另外一邊 就是美國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on this side of the pond 所以在這一個 在一個比較sexy程度差很多的 的一個incentive program on this side of the pond 也就是美國這一邊 那Pansylvania的government Tim Wolf 啊Tom Wolf 對不起 所以governor Pansylvania的governor Tim 一直講成Tim Tom Wolf offer state employees five days of paid leave 所以他給這個公務員 所以州的公務員 five days of paid leave 所以給他放個五天的有薪假 paid leave 如果他願意打vaccine的話 也太爽了吧 我們台灣人想打打不到 那在國外呢 為了鼓勵你打 給你一大堆perks 這裡的perks 包括有五天的有薪假 還包括了剛剛那邊的 免費讓你嫖妓一次 爽飯了 我們的政府要不要多給我們一些 可能不能這麼想 國情不同 不能做比較 好我們有沒有時間複習呢 很快一下下好了 來複習時間 所以第一個字brothel 所以禮拜一就講這個 再跟你道歉一次 如果你不喜歡 I'm not gonna do anything 所以brothel 寄院 psychologist 剛剛講的是心理學家 心理醫師psychiatrist 或者你叫他shrink 那跟你看一節一節的時間 所以一節的時間 可以是跟你心理醫師的 可以是去做馬殺機的 可以去賣贏的 都可以叫做一個session OK patron跟customer差不多 client比較像客戶 clientel是你的整個客戶 我也打一下好了 所以一個一個是client 一整個client 叫做clientel OK clientel on side就是在那個當下 在場地上 genius是天才 ingenious是形容詞 名詞跟形容詞不一樣 incentive是動機 這裡看到好幾次 是他的動詞變化 incentivize incentivize fling就是打個一炮 一夜情之類的 叫做一個fling immunize 是使得免疫 immunity 是他的名詞 immunization 變動詞的名詞 innoculate 是這一篇文章裡面 這兩個會換著用這樣子 還有一個這個形容詞 innocuous 就是很無害的無傷的 innocuous anyway entice是令人垂涎欲滴的 看到人家吃東西 覺得很好吃 wow that looks enticing initiative 就計畫之類的 jab 一般來講是刺拳 這邊讓你打一個針 也叫一個jab letcher 好色的 letcherous purs 形容詞 skyrocket 一飛沖天 purs 剛剛講到的好處 所以剛剛說的是 給你有個五天的paid leave 所以有薪假 很爽齁 好了 講到這裡大概可以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 對不對 我這句一直講錯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明天見